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话题是陈述一个情景 你读完之后大概知道就可以 把那些关键的找到是不是就可以 这种从大量的提债当中提取出有用条件的这种提炼能力 也是我们需要慢慢来训练的 有一个外地人路过一个小镇天色已晚他便去投诉 那么当他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呢 发现里面有一条道路呢肯定是通往宾馆的 但是没有标记 所以只有三个小木牌 三个小木牌上分别写着三句话 那么现在呢他告诉你的是 假设你是这个投诉的人 以第三个木牌的话为依据 你觉得宾馆会在哪里呢 现在我们来回头来看一下啊 同学们 按照这个提问的信息 大海老师把它简单的处理一下 变成一个这样的表格 或者变成一个这样的图片 大家一看这是不是就清晰了很多吧 这就在一个十字路口 这三条路上肯定有条路是有宾馆的 然后呢但是呢立了三个木牌 上面分别写了一些话 现在让你以第三个木牌 一个简的是实 另一个是假的 我的话不会有错 这个木牌为依据来推断 我的宾馆到底在哪里 那也就是说 这个木牌是不是就说 前两个木牌的话 一个是对的 一个是错的 它跟我们刚才做的那三道题不一样了吧 我们刚才做的题目 虽然也给了很多条件 但是很明显这条件都是 对的 对的 有用的 对不对 可是这里面 这两个有对有错 所以这就是咱们要来做的第二种类型的 容易推理问题了 叫做什么呢 就是咱们刚才写的 假设推理型了 这种类型的题目呢 也会给我们一些条件 或者会有些人说了一些话 但是呢这里面可能会有真的 有假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来解决它呢 关键就在于那两个字 假设 我知道这两个木牌谁真谁假吗 对 但是不是它真 它假 就是它假 它真 是不是就两种情况 对 那我就挨个试一试 设一试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比如说咱们假设 第一个木牌说的是真的 那很明显第二个木牌说的话 就应该是假的 那好 我们来看 那也就是说 第一个木牌说这条路上有宾馆 对的吧 那宾馆就有一个嘛 所以这条路上有没有 没有 没有 那人家说的 我没有宾馆 是对的吧 可是按照提问要求 这句话应该是 错的 你看 错的 可是根据这种情况的又是 对的 那很明显 这就怎么样了 矛盾了 自己矛盾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假设就 不对 那也就是说 这个木牌说的话应该是 假的 好 那这个地方画个插 假的 那就是这条路上有宾馆 说错了 对的 然后这句话说的是 对的 这条路上没有宾馆 符合事实吧 所以 这没有 这没有 那在哪了呢 第三条路 那就在第三条路上 是不是就通往宾馆的一条道路啊 所以咱们最后的结果就出来了 那就是第三条路上有宾馆 还记得吗 这个小符号 所以的符号 对的 第三条路上有宾馆 好了 这条题目 咱们就解决了 怎么样 很简单吧 对呀 看着题杆很吓人 对不对 但是要有用的 是不是就是木牌上的第三句话 我们假设一下谁对谁错 看到了矛盾 或者推出的这个最终的结果 答案是不是就自然而然 水落石出了吧 好了 那这条题目呢 我们是假设的这个话的真假 一般来讲 做假设推行的逻辑推题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 假设你说的是真的 或假设你说的是错的 当然了 还有另外一种假设的方式 那同学们有兴趣 也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我假设这个事实的结果 就是这个宾馆在哪 反正这三条路上 得有条路上有宾馆吧 那比如说 如果我假设宾馆在这 那你看看 这条路上有宾馆 人家是不是说对了 这条路上没有宾馆 也说对了吧 对不对 但是第三个目牌 一个对一个错 这是不是就不符合情况了 对不对 所以宾馆能在这条路上吗 那你再假设宾馆 在这条路上 如果宾馆在这条路上的话 那这条路上有宾馆 大谎 这条路上没宾馆 大谎 两个都是错的 也不是一对一错 那就只能在第三条路上 是不是同样也能找到 宾馆在哪 对吧 所以在这种假设队形当中 我们一般是有两种假设的方式 不过一般 我们最常用的 也是最好掌握的 那就是我们假设 画的真假就可以了 那个事实的结果 同学们有兴趣 可以作为辅助手段 来解题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